欢迎收看本节课程 那我们这节课程呢 来讲Figma中的文本工具 文本菜单 对于文本菜单来说 有这样几个选项 第一个是Bolt 第二个是倾斜 第三个是下滑线 第四个是删除线 一起来看一下 好 我们选中这个 选中我预先建立好的文本 然后来执行第一项 那加粗 第二项 看一下 倾斜 为什么倾斜在这没有效果呢 在这跟大家来提示一下 Figma以及Sketch等等的工具 它对于文本的处理 它是依赖于字体本身的 也就是说如果字体没有倾斜属性的话 在软件里边你做倾斜是不会有效果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平方的字体 平方的字体有加粗还有细体等等 然后你执行加粗它才会加粗 如果它只有一种字体的情况下 它是不会加粗的 它是不会加粗的 然后第二个倾斜 倾斜在平方这个字体里边是没有的 所以它在这执行 倾斜的话也是不会有任何的反应的 好 第三个underland underland的话就是加一个下滑线 这个是有作用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加一个删除线 删除线 好 这两项的话呢 不依赖于字体啊 这个是可以直接去做到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对齐的这个功能 好 对齐来说前面几项 居左 居中 居右 对齐 然后还有一个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对齐 我们先来看前几项啊 左中右 这个就大家很常见了啊 那比如说在这儿居左对齐 居一个文本框的 居中对齐 然后还有一个 居右对齐 这几个好理解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最后一项啊 这项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先给他准备一下 我们先把对齐的选项 然后移过来啊 移过来之后 我们现在还是居左 我们来做一个段落 好 这是一个段落 段落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做的小一点 大家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段落 好 现在是居左对齐的一个状态 居中对齐 居右对齐的一个状态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了 称满的这种方式来对齐 均分的这种方式呢 也就是第四个啊 我们看一下 点击了它之后 大家会发现这个文字 它就会刻意的去 称满整个的这个宽度 会让我们整个的这个文本块 更加的好看一点 所以大家在有时候 做排版的时候 尽可能的用这项 去来称满它啊 那称满之后 这个文本是显得成块的 更加的好看 比如说那我缩小一下 缩小一下之后 你会发现它也是成块的 如果你单单使用的是居左 或者居右的话呢 它的这个效果 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折扣了 因此这是我们排版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项啊 那最好去选择 这个我刚才说的这项 也就是这个好 我们接下来看底下这几个啊 底下这几个是针对于纵向的啊 那第一项是顶部 第二项是中部 第三项是底部 我们把这个文本框拉高一点啊 拉高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 好 居顶部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居中 这是居中了啊 垂直居中 然后第三项是什么呢 第三项是垂直居底部 OK 这是这样的几个选项 接着我们来看 adjust调整这个菜单 这个菜单呢 第一项增加字体大小 第二项减少字体大小 然后这个是增加字体的这个 粗度 然后这个是减小字体的粗度 好 然后这个是增加航高 减少航高 然后这个是增加这个字兼具 然后这个是减少字兼具 这个呢 我们在我们字体的属性面板里边呢 都可以进行一个调节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就不去多给大家去演示了啊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这项啊 case 这个选项 case的这个选项里边呢 它其实主要是针对英文来去使用的啊 好 先我们来准备一段英文 这是我们准备的一段英文 我们来看一下文字里边的关于case的这个 这个选项啊 第一个 original case 它指的是 这个原始状态啊 也就是说你打的英文是什么样 它就是什么样子 所以第一项 第二项 uppercase 也就是纯大写 就是把英文转成纯大写 OK 现在已经是纯大写的样子了啊 然后继续往下看 嗯 然后 lulacase 纯小写啊 没有一个是大写 然后 继续 tato case tato case 指的是 首字啊 首字的大写 也就是这个英文的第一个 第一个字母都会大写啊 每个单词的第一个都会大写 好 这是一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small caps small caps 就是纯不纯都是小写 也就是每一个英文单词的 这个第一个都是一个小写 forced small caps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强制说你所有的这个英文呢 都会做成一个这个小写的一个状态啊 首字母全部都是一个小写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 你来去调整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要去改纯大写的时候 改纯小写呢 这种方式就比较的方便一点啊 那我们可以这样去改啊 这样去改或者是说那 一般情况下呢 那我们的英文只要去首字大 这个第一个句子的第一个英文大写就好了 那其他的就不用大写了 所以这就是这几个的这个 这个 这个 kiss kiss的这个选项的这个含义 好 这是我们的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好 欢迎大家关注 我的个人微信号 以及进地址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的视频教程和更多的一个互动的知识 如果大家想学习Figma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购买我们的这本 Figma UI设计技法与思维全解析的图书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是金电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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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